主赛半观星 出现了赏赏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就是腾育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年 严谨批酒中国足球杯的比赛转播 足球杯八进四首回合的比赛 上岸申花 对阵深圳队 任一球 王宇波开起来 这个落点可以 顿比亚强到了二连汉的进距离 再顶 运气顶到 王心立回来把球坏掉 看反击有没有 又是空中对抗 莫连诺给余汉超 这球中备的位置选得很好 但是张远解为失误了 再给余汉超 张远去扑 余汉超 直接传中球 中路顿比亚 投球抢着了 这球砸到了横梁上 对 森花那个队提的还很奇怪 你看 开始他没有什么很多控球权 但就是这一 靠对手的一个失误 这什么情况 进去里边脚跟一磕 莫连诺左脚射门 打的中后被张禄拿到 15是谁呀 圆敏诚 这个突破有点有点有些危险 这个还是技术能力 包括意识上差一点 这个球赔帅给他 是让他往右脚放 面对圆敏诚 圆敏诚跟出来了 余汉超再传好机会 左脚 横扫门前 这个球被防守远挡掉 叶丽江 董斯 再看 赵文剑 这个弧线 一点球被 圆敏诚顶到 二点 网友过蹭了一下 外卫凌空打门 打队友身上了 二度大脚踢出来 阿兴敏诚去冲 冲冲 彭小婷 蔡小婷拿这个一点 要稳一点 这球还是顶给了阿兴敏诚 阿兴敏诚面对两个人 穿灯 再过 马赛回旋 过来了 机会中落 能不能传出来 哎呀 机会 这个球又得挺小了 但是王永波还是形成了一个右脚外脚背的抢射 最后这一下左脚传球没传好 生花的反击 运力洗往前代 谁走的碰到 余汉超开始启动了 这次三打三的局面 余汉超已经蹭到了进区里 余汉超 再看队友的位置扣回来 右脚有机会 打门 1比0 上场比赛41分钟 上海生花打出快速反击战 对手就一个反击 就很简单 而且这个不是说什么 就是余汉超的个人能力哦 这一下就扣开了 是 这球防守队员确实是非常被动的 嗯 他只能先去防住这个余汉超低级点 可以射门的那一下 这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 横将出来封进角 余汉超从他的 应该是 腿边上打过去 对 余汉超往中路推 前接给 真的是真能跑 又给余汉超 又来机会了 余汉超 这次 踩单车走外线 左脚再来一个 还有机会再鼓 给张远之间就黄做厉害了 这是温家宝的长船 就直接把张远黄倒了 差点复制 梅西 黄不阿诚的名唱片 是 一号轮 直接扫门前 这约尼奇 这球都没倒地上休息 都没休息一下 没打懵啊 按说这个力量 都得打懵的 戴尔俊来看 这次是后点了 头球 飘好亮 顶在了横梁上 这种是后点 再来看 这个球呢 转着往后边跑 这站姿很特别啊 阿德里安 左脚打一个电梯 好球 还有机会再补 提斯了 紧去脸 再打 这个球吹了 彭欣利的手球 哇 下队 过明显 角度行 橘子可能稍微 还慢了一点 右脚开出来 中路 二点下来 东迪亚顶出来 球还在禁区里 戴尾俊 还是打着红线 包后脸 将军 单全打了一下 外围叶丽江 叶丽江先停 再起 卡尔德克 左脚打吃了 直升桥没站稳 东迪亚赶紧破坏 大卫俊 站在这漂亮的险天 漂亮 左脚 这个完全个人能力啊 嗯 角像很好 连接还好 好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啊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双方是打成了1比0 上海上花 靠着于汉超的新球 击败了深圳队 赢下了第一回合的比赛 我说这能力我们的心理 折微致 至于 这个温暖地 在墙中的 上海口 词